注意看 中国小伙一记鼎息 干趴了日本拳王 不料下一秒却判日本人获胜 原因竟然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日对局 中国小伙王志伟大战日本拳王大则文也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中国小伙就是王志伟 他今年22岁 出自这个有搏击黄浦军校之称的大东翔俱乐部 王国家很多出名的拳击手都来自这里 比如说邱建良 而且邱建良就是他的师哥 而您现在看到的这位就是日本选手大则文也 号称是日本的拳王 目前在日本是十连胜 不过据说他是一个日本的富二代 娇生惯养 这比赛也都是他花钱买的 哎呦 我们看到这个嚣张劲啊 这个大则文也这长相也是十分欠奏 那么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选手在第一回合一开始的表现很稳健啊 并没有急于进攻 我们的王志伟出身于大东翔俱乐部 这个邱建良也是把自己的神龙白尾交给他的一招办事 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王志伟的腿功也确实是十分了得啊 哎呦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则文也吃了我们王志伟的一击进攻 表示的很无所谓的样子 挑衅因为很浓啊 哎呦 这个大则文也反应很快 但是我们的王志伟反应更快 防守的非常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大则文也一直在不停的换步 挑衅我们的王志伟 哎呦 下盘这么虚吗 等一下 这个日本裁判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这个王志伟刚刚取得一点优势 日本裁判多少是有一些拉偏价的意思了 这个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王志伟也是有一些生气了 哎呦 鼎息漂亮 这一击鼎息直接是把这个大则文也击倒在地了 哎呦 太快了 一回合不到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王志伟获得本场比赛的冠军 哎呦 我看来这个日本拳王也不过如此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拳王已经有一些休克了啊 好的 我刚才看到这个日本裁判示意我们的王志伟下来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回合的精彩瞬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季顶系非常的漂亮啊 我们的志伟可以说出手是又快又准 可以看到我们的王志伟是拿手护了一下这个大则文也的头 然后一季顶系踢得很高 直接是创上了这个大则文也非常的漂亮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则文也已经苏醒了啊 目前还不确定这个日本赛方是想要干什么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赛方出来解释了 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啊 这个由于中国选手进行了卑鄙的犯规 对于我们日本选手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经过我方裁判一致判定 中国人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耻的 我们必须要惩罚他 我们最终决定这场比赛大则文也胜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离谱啊 看来不仅是在东京奥运会上 无论是在哪种比赛场地 这个日本的裁判的眼睛都应该好好地治一治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大则文也也是垂头大了脑的 他可能明显也是知道这场比赛的胜利 根本就不应该属于他 而是属于我们的中国小伙王志伟 真的是非常的气愤啊 客场比赛 我们竟然能看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刚才在比赛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日本裁判 曾多次在我们的王志伟获得优势的时候 拦住我们的王志伟 真的是让人生气啊 我们的王志伟虽然在日本赛方的干涉下 输掉了这场比赛 但是我相信明眼的观众 都知道这场比赛真正的胜利者是谁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